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香港警察再被揭發知法犯法 今次還涉及到私藏毒品和懷疑監守自盜 事源旺角警區的特別職務隊 他們早前接獲線報 懷疑在尖沙咀摩地道帝院酒店會有毒品交易 於是申請搜查令 在今天凌晨時份去到酒店進行調查 期間發現有一名男子懷疑帶著毒品 手持訪卡自己開門進入酒店中層的房間 探望時機成熟馬上採取行動 在房間裡拘捕了一男一女 並且手獲得到2.1公斤的冰毒 以及少量其他毒品 後來發現 這個被捕的男子 竟然是西九龍總區返克組的警署警長 俗稱是士沙 同一時間另一班探員 進入酒店同層的另一個房間 拘捕了另一名43歲的男子 2.1公斤冰毒這麼多 到底從何而來 警察就思疑 會不會有人在調查一宗冰毒案的時候 在破案行動當中撕吞了部分毒品 再企圖轉售給毒犯逃離 原來這名被捕警署警長 上星期曾經參與過一個警方行動 在油麻地上海街的一個空置地鋪當中 倒破了一個毒品儲存倉庫 當時警察一共檢獲12個尼龍袋 裡面有多個茶葉包裝去掩飾冰毒 一共有296公斤 這個數量破了執法部門有紀錄以來 在單一案件中檢獲冰毒數量最多一次 若然整個案情查明屬實的話 你們這些香港警察就是知法犯法 枉稱法治 平時口口聲聲說要嚴正執法 又說要做法治捍衛者 而且還三不五時走出來批判市民 就說市民不知何謂法治 實情不知何謂法治 你這幫香港警察告訴你 法治就是用來制約政府的權力 制約執法部隊的權力 包括警權 法律才是用來制約人民 市民干犯法律的叫做違法行為 不是違反法治的行為 違反法治是只有下有公權力的人 包括特區政府的高級官員 以及你這幫執法部隊 才可以是違反法治 不懂就不要出來說 還有一群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 去了哪裡 為何不出來開記者會 或發篇新聞稿 去強烈譴責警署警長 2.1公斤冰毒這麼多 這算是嚴重罪行 對嗎 又假裝看不到 好了 至於那個省仔協會 為何不出一封信 強烈譴責他 害群之馬 做的樣子你也要 我起都不做 各個一個二個檔 看不到算了 行 還有最壞格的 就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告訴你 喂 經常說警員不會主動參與違法行為 你出來評價一下這件事 到底現在被捕這個不是警員 還是他 屍然藏這個2.1公斤冰毒 不算違法行為 你出來說吧 對吧 這件事還反映什麼問題呢 就是你警黑合作紀律廢詞 不是屈你 同場被捕的另外一男一女 根本上各自都牽涉到一些毒品的案底 而且那個29歲的女人更加知道是通緝犯 在一宗偽鈔案當中 是曾經棄補潛逃 那你為什麼會認識這些人 你作為警署警長 到底是結交什麼的朋友呢 為什麼 你這個私藏冰毒之後 會找到這些人跟你去做交易呢 真是奇怪 平時認識什麼人 一群人毫無紀律 枉稱紀律部隊 應該重組吧 第三個問題 就是你上梁不正 下梁歪 對吧 那些上邊的外籍高級警官 專搞潛建 然後這群警署警長涉嫌販毒 好了 到下邊的省仔 有些就休班的時候去撻東西 喂 這是什麼警隊啊 蛤 你不能經常說有害群之馬嗎 什麼樹大有夫之族大有乞儀 這麼多乞儀呢 黑衣隊啊 蛤 這群警署搞什麼啊 陳友諒啊 這群人都發電啊 另外一些立法會議員應該也要著手調查一下 為什麼香港突然間會破獲到這麼多這些冰毒呢 蛤 喂 到底香港是不是突然間多了很多人吸毒 尤其是吸毒這隻冰毒 所以導致需求量大增 還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我看看網上的資料 就說冰毒在發明之初 乃是戰爭時期用作減低士兵的勞累 使得他們能夠非自然地提升作戰能力的手段 以增加他的作戰效率 日本在戰時曾經被士兵服用冰毒 以提高戰鬥力 到底為什麼突然間要有這麼多這些事情呢 是搞什麼呢 為什麼有這麼多需求呢 給誰吃的呢 應該要去查一查它 接下來就說一下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梁美芬 譴責警察知法犯法 她沒有份 但是她就去譴責那些黃色經濟圈 今天她在《明報》寫了一篇文章 標題就叫做 《黃色經濟圈如不可及》 即是不知道誰才是如不可求 這些人 前面都沒有說她專門說黃店 我們去看看她說什麼 這些人都可以當選立法會議員 她就說疫情稍為緩和之際 市民壓抑了幾個月 本來就想著趁五一黃金週假期 和家人外出享受家庭樂 但網民就發起在勞動節當日光顧黃色商店 和在各區商場聚集大唱《港獨之歌》 首先說一下這個《港獨之歌》 即是她在說《願榮光歸香港》 這首歌是不是《港獨之歌》值得相確呢 這首歌有提倡港獨嗎 還有人家在光顧黃店 以及在商場唱歌 關你屁事 怎樣影響家庭樂 請問 如果你走出街看到一些人 看不順眼就會影響自己的情緒 影響家庭樂的話 我就勸喻這些人 在家裡遠近不要出街 困住自己好過 出街當然會看到有些人 特別樣貌、特別不好看 是不是個個英俊、美女、姜濤 個個陳法拉 這些人是殺傲的 梁美芬走出街 分分鐘都被人批評你影響市容 是不是 會不會影響家庭樂 這些是找事來講 是不是 社會當中當然有不同政見的人 難道不准人走出街了 不准人說話了 真是愚蠢 簡直不可理喻 接著他還說 黃色餐廳門前 有眾多支持示威者的年輕人排長龍 湧濟阻路 造成人群聚集 嚴重威脅公共衛生 當被譴責 你說什麼 梁美芬 你有沒有邏輯 那間店舖 他受歡迎 多人光顧 自然有人排隊 對不對 怎樣湧濟阻路法 又阻礙你走 在那條行銀路打橫排 白癡的 打橫排 還有 怎樣造成人群聚集 這樣又叫聚集嗎 你有沒有看法例 如果你認為 排隊在店外排隊 都是造成人群聚集的 你叫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陳肇始改了規例 人家都說明 去食店幫襯 排隊是豁免的 你走出來以淫淫 到底你說什麼 是否看到藍店沒有人幫襯 你只是在那裡酸吵吵 如果藍店有人排隊幫襯 你會不會出聲 請問 你整班人亂找事來說 還說人家嚴重威脅公共衛生 是怎樣威脅 那時候他做什麼 脫下口罩套譚 還是怎樣 還是當街打卡論 還是怎樣 怎樣嚴重威脅公共衛生 你說什麼 排隊會威脅公共衛生嗎 就算是會 譴責對象也不應該是這班排隊的市民 而是應該是特區政府 原來排隊都會威脅公共衛生 你特區政府都會任由市民去排隊 不寫下去的規則說要禁止 那是誰失職 請問 你梁美芬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 監察的是政府 不是監察黃店 不是監察市民 你在做什麼 這些也是為之不務正業 告訴你 你要批評黃色經濟圈 你有責任去這樣做 因為你是建制派 你要為特區政府去補價護航 沒有問題 你給點水平 拿這些原因出來批評 是不是傻的 真的 真的沒有水準 這些 argument 然後他繼續說下去 就說 這個攬炒派詭辯 光顧黃色企業是消費自由 這個不只是你口中的攬炒派說 全國人大常委 譚耀宗也是這樣說 他說市民消費有自己的選擇 沒有人可以影響得到 蛤 難道譚耀宗是攬炒派 你說什麼 他還說 因為政見破壞其他人做生意的自由 不僅是違法的行為 更加違反香港營商的核心價值 此等愚昧的人不配在香港做生意 想出這個概念的人 不是歹毒就是愚不可及 而支持黃色經濟圈的人 香港人就更愚蠢至極 被人恥小 香港人要聰明 不要被這些人瞞騙 我想請問怎樣破壞人家做生意的自由 人家說提倡光顧黃店而已 市民都要響應才行 不是他說出來是有人支持的 這個概念 如果市民都當他是傻子 當他是臭四 那自然就搞不起 正是很多人去響應 營業額是破益的 不適合你自己牽頭 搞個藍色經濟圈 天天光顧藍店 你自己又不去做 又不讓人去做 還說這些是破壞其他人做生意的自由 哪有破壞你 又不讓你開店嗎 那時候又有批評你開店嗎 那時候又不讓你營業嗎 還有破壞人家做生意的自由 就不是那些黃絲 而是那些警察 別人在商場逛街唱歌 你就衝進去商場進行攬炒 拉起封鎖線 下一陣子又叫市民返歸 違反限聚令 諸如此類 那些人真是攬炒派 你梁美芬不得了 寫一篇文章去譴責香港警察 哪些人才阻止人做生意 真是看清楚真相 不要被人瞞騙 不要被你這些人瞞騙 差不多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